Hello 大家好 我是亚桑 问你个问题啊 想不想快速挣钱 比如挣个一百万美元 当然方法很多啊 比如买彩票什么的 只不过就是这个概率啊 实在是有点太低了 但是呢 据我所知啊 目前看上去在这个世界上 最容易也是最难 但是保证能挣到一百万美元的途径啊 就是做一道数据题 为什么最容易呢 因为你只用做一道数据题 为什么最难呢 因为你可能一辈子也解不了这道题啊 不过别慌啊 你是有选择的 六道数据题 你任选其中一道就行 这就是千禧年大奖难题 解开任意一道 你就能拿走一百万美元奖金 当然了 本来你有七道题可以选的啊 只不过在2003年 有一个俄罗斯的数据家 佩雷尔曼解决了 庞加莱猜想这道题 但是吧 他轻轻的走 正如他轻轻的来 挥一挥衣袖 没要那一百万美元奖金 跟咱们普通人压根就不是一个境界了呀 其实吧 网上有很多大神讲过这些题啊 但是估计对于没有数学基础的人来说呢 会觉得有点灰色难懂 你说好不容易提起点对数学的兴趣 还没看两分钟视频呢 就被劝退了 哎呀 做视频的核心目的不就是让人提起对数学的兴趣吗 结果起了反作用 这多尴尬呀 今天呢 我就鼓起勇气 试着用小学生已能听得懂的方式 讲一讲其中的一道 黎曼猜想 看看黎曼 他到底猜想的这个 所有非平凡零点都位于十不为二分之一的实现上 这句 每个字都能看得懂 但是连起来却看糊涂了的这句话 到底讲的是个啥 顺便呢 也看看 你听完之后 有没有勇气去解开这道数学题 但是吧 用一期视频讲黎曼猜想 确实讲不完 咱们呢 再分两期 咱们想知道黎曼到底猜想的是个什么之前呢 得先普及一下基础知识 话说这个数里面呢 有种数叫素数 也叫质数 是指在大于1的自然数里面 除了1和这个数自身以外呢 无法被其他自然数整除的数 听起来有点绕是吧 你看啊 比如235711等等的 这些个都是质数 因为它们除了能被自己和1整除啊 再也分解不了了 6就不是个质数 它是个合数 因为6可以分解成两个质因数2和3的乘积 48可以分解成4个2和1个3的乘积 而且这种分解啊 具有无畏一性 也就是说48这个合数 无论怎么分解 分到底儿就是4个2和1个3 哎 这就叫做质因数分解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的生日如果不是质数 都可以分解出来 比如牛顿牛爵的生日是1643年1月4日 那么16430104就可以分解成质数 2乘以2乘以2乘以79乘以25997的成绩 又比如末代皇帝 他的生日就是1906年2月7日 1906-0207呢 就是一个质数 你敢留言告诉我你的生日 我就敢告诉你的生日是不是个质数 看看你的生日的数学里面 是不是唯一的那一个 不过话说 研究质术有什么用啊 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术 是这个 写出来是这样子的 一个屏幕也写不完 因为一共有24862048位 这么多人研究质术 因为都知道它很重要 你想了 所有的核数都是由其他的质术合成的数 换句话来说 质术构成了自然术体系的基石 那么只要把这些处在最底层质术的规律 摸清楚了 那么上层核数的规律 不就好办多了吗 这就好比我们学物理啊 只要我们把分子啊 原子的规律摸清楚了 那么由分子原子组成的这些个物质的性质 也就搞清楚了呀 而这个质术啊 在自然术里面的地位就相当于 分子啊原子啊 甚至是电子夸克等等 这些个基本粒子在物理学中的地位 所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但其实吧 虽然质术在社约界那是意义非凡 可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直到1977年 有三个天才发明了RSA公开密钥加密算法 而这个加密算法最基本的性质 就是利用了质因子分解的唯一性 我们人类目前大部分的信息加密啊 都是基于大数分解 就是给你一个大数 N 把它分解成质因数乘积的形式 大到可口可乐的配方 核武器的方程式 小到银行卡 电脑的密码等等 这些个都可以用质数编制出来一个特别的密码 比如假设你的六位银行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2012年6月11日 我编的啊 那么我们自动省去20 然后是六位的120611 但是你想过没有 是个人拿着你的身份证去ATM机取钱的时候 第一个尝试的密码就是你的生日啊 可是120611可以分解成29乘4159两个质数 得到294159这个新密码 那就安全多了呀 就算有坏人拿着你的身份证 你告诉他银行密码就是我的生日 他也取不了钱呢 是不是还有点小开心呢 所以啊你想啊 如果两个很大的质数相成之后 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核数 想要逆过来 把这个核数分解成两个质数 那就困难多了 比如511883分解成两个质因数呢 就是557和919 相对呢比较容易 但是呢 你再看这个 2538952327分解成两个质因数呢 是29179和87013 这个难度啊 明显就比上一个数大得多了 换句话来说 在这个加密过程中啊 用的质数越大 那么这个分解呢就越困难 这个安全性不就越高了吗 哎呀你说 这个纯数学领域中 延续了几千年的 质数研究 一下子进入到了 现代应用密码学 当然呢 这个加密啊 可不是只有这个 质因子分解啊 里面还用到了其他的概念 这个有机会再讲啊 所以啊 一旦谁掌握了 最终的质数分布规律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绝大多数的加密 比如银行啊 邮箱啊 股票啊 军事啊 通讯呢 等等呢 都不安全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人们热衷于研究 质数了吧 而有文字资料记载的 可以查到的最早热衷于研究质数的人呢 就是欧几里德 你来看看100以内的质数 有25个 有规律吗 有什么办法能够简单的找到质数呢 我们可以这么办啊 从2开始算 把2的倍数剔除掉 再用下一个质数3开始算 把3的倍数剔除掉 再用质数5开始算 把5的倍数剔除掉 一直重复 剩下的就是100以内的质数了 这叫做埃拉托斯特尼筛法 是不是突然之间觉得质数也挺好找的 但是1000以内的质数呢 1万以内的质数呢 到底有多少个质数呢 你可能会说有无数个 因为有无数个自然数啊 但是数学可不是想当然的事啊 得证明 于是古希腊的欧几里德 用反正法证明了质数是无数个 反正法就是先假设质数有无穷多个 是错的 然后再根据这个错误的大前提 继续利用正确的逻辑一步一步去推演 争取能够推导出来一个荒诞的矛盾出来 啥意思呢 这就好比你假设你是你爸爸的儿子 是错的 然后呢就这么一直推啊推啊推 最后得出来你是你爸爸的儿子 一个道理 不得不佩服几千年前人的智慧啊 这就跟一家啊 叫三家四一直到无穷的代数核是个无穷 你觉得这是个想当然的事 但是啊 他们就非得证明给你看 一个道理 一直就这么又过了一千多年啊 法国的一位大佬奥里斯姆 他心想如果把这些数都倒过来 一分之一啊 也就是一 然后是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直到无穷的核 是不是也是无穷呢 哎 不过要么为什么说人家是大佬呢 他给证明了出来 也很简单 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巴拉巴拉巴拉 肯定要大于一加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加四分之一巴拉巴拉巴拉 对吧 那两个四分之一就是二分之一啊 四个八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 而一加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巴拉巴拉巴拉 大于一加无穷多个二分之一 那这个调和级数肯定也是无穷发散的呀 数学界叫这个奥里斯姆对调和级数发散的证明 奥里斯姆 哎 就是这个人啊 调和级数实际上就是和谐的意思 当然起源于这个音乐中斜播的概念啊 在数学中调和你可以简单理解成类似这样的解骨牌 一级一级的啊 看上去很解压啊 为啥叫分散呢 因为只要有足够多的骨牌 最顶层骨牌离最底层的距离就可以是无穷远 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式子啊 前五项的和是2.28333 前十项的和是2.92897 一百项的和呢是5.18738 十亿项的和是21.30048 所以可见这个式子啊 加到最后的和是越来越大 趋向于无穷的 所以叫发散 哎 就是这个发散的调和级数啊 看起来好像跟质数没什么关系 可是啊一不小心 就给咱们这两期的视频主题 也就是黎曼猜想啊 奠定了基础 假设有这么一个游戏啊 完全一样的书 书的质量也是均匀分布的 那么我们利用书搭一座桥 如果按照图上这样显示 上面的书比下面的书多伸出来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六分之一 八分之一 巴拉巴拉巴拉 以此略推 如果有足够多的书 那么你觉得这座桥最远 能伸出边缘 多远呢 有机网 我是雅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 拿出来的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